哈喽,大家好,我是海群 最近很少发训练视频 一直在发每日饮食和真实身材展示 很多新来的小伙伴提出质疑 为啥我每天吃这么多 体脂看上去也不低 但还能有这么明显的腹肌 今天我就来回答一下我是怎么做的 第一,归功于健身房绝美的光线 之前发过灯光下和家里的腰腹 看着就没有什么训练痕迹 第二,大部分靠精英 我以前觉得我能有腹肌全靠我努力能吃苦 但做了博主之后看了很多健身博主 我不得不承认精英确实占大头 如果这种精英放在大众审美里 确实是劣势 我的骨架差不多跟男生一样大 我的雄性激素比普通女生旺盛 你见到过手毛这么黑的女生吗 我的腿毛比男生的还粗还硬 我从小就因为这些而自卑 那这些放在健身肌肉这个领域里确实算优势 第三,我2020年疯狂减脂 疯狂练腹 腹植肌基本已经分块了 来看看我那个时候朋友圈的截图 那个时候我每天吃的很少 练的很多,天天有氧 2021我体质很低 但全身肌肉量不是很多 我开始慢慢增加食物摄入量 想把臀练大 慢慢减少了有氧 然后开始在社交媒体分享减脂经验 2021,2022,2023这三年 基本保持着一周两到三次的练腹频率 每天摄入热量在1800卡到2000卡之间 一周练两到三次臀腿 体脂也上去了 我的热量盈余不算很多 再者腹部训练频繁 肌肉量保持不掉 现在只要腹部稍微发力 还是能看到比较明显的分块腹肌 第四,我现在是在保持着有明显腹肌的状态 并不是在减脂、刷脂、减肥 我吃进去的热量只要能保持一天热量持痕 然后保持练腹强度 那现在这种状态就能保持很久很久 打个比方 比如我今天吃了2000卡 我的基础代谢就要1400到1500之间 我每天还得做家务、做各种杂事 这种生活体力消耗估计也要两三百卡 我还要去健身房撸铁 也需要消耗两三百卡 这么算下来的话 一天没有多少多余的热量 最后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喜欢 有任何建议可以随时发给我 我一定会回复的 这期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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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